台青剧十月初五的月光 这天在商场举行宣传活动 胡鸿军 何一婷 罗天宇等一众演员都有出席 随着剧情发展 每条感情线发展都开始出现暗涌 所以这天演员们预告剧情发展 而剧集更在万千星辉颁奖点里获27项提名 演员们也有在现场拉票 被问到最想夺下哪个奖项 Regina就说是最佳拍到 其实我还蛮想跟他们两个一起拿那个派档的那个奖 因为我觉得他有两个 就是有他们两个在 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对 对的确就是天女有 在天女身边就很有那个安全感 虽然她平常不太安全 但是在她身边有莫名其妙的安全感 我也很安全 我觉得很好是因为我们在戏里面 戏外就很支持大家 就是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问他们 然后他们就会就是一起想做好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精神是非常好 所以能够拿到拍档也是一个很开心的奖 对